首先我們講講香港疫情 我們先講講數字 數字是公開的 有些數字是未公開的 公開數字是香港現在總共確診 或者是陽性確診陽性的 有17808宗 這一個是香港盤估初開 即是2019年 去到現在這兩年多 香港總共累積的確診數字 而昨天再死了兩個人之後 就去到215人了 大家脫了脫了 這個數字挺恐怖的 215人除了17808 香港的死亡率是1.2% 1.2%的死亡率是否很恐怖呢 不如跟大家比一下印度的數字 印度的死亡率是0.6% 剛剛是香港的一半 或者不斷被原諒口誅不公 甚至是林鄭月娥的口誅 都拿出來說了幾次 即是說美國的疫情 又或者中國大陸的援體 經常批評的 就是美國死亡率很高 我們看看美國的死亡率 美國的死亡率 是3356宗 美國死亡率是1.18% 比香港還要低 好了 我們看看印度好不好 印度總共有50萬5279人死亡 總共有4241萬976宗 死亡率是1.2% 跟香港一樣 應該說錯了 印度不是0.5% 香港一樣 看看印度總共接種疫苗的百分比 香港政府一定說 因為大家不肯接種疫苗 所以死亡率就高 全世界的死亡率平均是1.4% 但是先進國家的死亡率 全部都是少1% 但是只有香港 是跌到第三世界的水平 但是是不是真的等於 接種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印度的死亡率比香港還要好 還要優勝 印度的疫苗接種是多少呢 是54.1% 香港的疫苗接種率 接種兩劑計 就是65.6% 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是比印度好 但是香港的死亡率 是比印度更高 香港的醫療系統 難道是很廢的 照計不是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值得研究 跟人口籌密 或者跟香港政府的一個 處理疫情之後的政策有沒有關係呢 跟著我們再看看數據 昨天醫保醫生署再說 有兩個人確診死亡 在第五波疫情裡面 一個有打針 一個沒有打針 而危台的個案呢 也都有兩個 一個沒有打針 一個有打針 另外呢 嚴重個案有三個 兩個有打針 其中一個是打了一劑而已 另一個就是沒有打針 那就是說呢 如果就這樣看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 是不是真的代表性 就不是的 因為就這樣拿一些 很隨意的數據出來看看 但是就看不到很顯著的分別 就是接種了疫苗之後 重症機會是小了 但是當然 你當然除了接種疫苗的基數 接種了疫苗 完成了兩劑疫苗 在香港是65.6% 而沒有接種疫苗的呢 就是大概 就是34.4% 那你大概呢 就是三分二人接種疫苗 三分二人沒有接種疫苗 那如果除了一個Factor呢 是的確確診 或者就是 有確診者當中 接種了疫苗 而重症的比例呢 是大概呢 是比起 比起 因為現在是 大概是4比3 很容易計 大概是 我們可以不用這樣計 我只是這樣說 現在大概我當作扯平 一個接種疫苗死亡 一個接種疫苗的 一個沒有接種疫苗死亡 一個就是危台 就是接種疫苗的 一個危台就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就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即是說沒有接種疫苗 有接種疫苗的大概是一百 一半一半 我當作 在一半一半的比例當中 原來呢 基數 即是訓母 接種疫苗的人士 就佔了65.4% 大概三分二人 而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就大概三分一 即是說 可以看到 接種了疫苗 而呢 面對重症的機會 是比起沒有接種疫苗 是改善了一倍的 一倍 一倍 因為就是三分二比三分一 但是剛剛一倍 不是一些專家說 七十倍 八十倍 一百倍 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這是講 Omicron變種病毒 這個主要原因是 世界其他國家的數字 都很慘地反映到 原來 Omicron變種病毒 本身重症是相對少的 所以呢 那個接種疫苗 而對Omicron變種病毒的 一個改善 或者重症上的改善 數據上的改善 是沒有那麼顯著 但是Delta顯著很多 無線電視 在節目上 我今天收到很多截圖 就說 無線電視 表示 新加坡的數據 顯示 接種疫苗 尤其是老人家方面 它的確診表現好很多 它大概的數據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這個數據來自 真是新加坡政府的網站 就是我經常說的 就是moh.gov.sg 但是它的分別在於 它拿的數據 是拿新加坡在去年 它與病毒共存出來的數據 那個就是 累積的確診很多 但是當時 其實新加坡面對的 不是Omicron變種病毒 是Delta變種病毒 現在我們面對的 不是Delta 是Omicron 在本身的感染能力 或者病毒本身 帶來重症機會 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說說新加坡數據 就是無線引述的 新加坡數據 它在昨天做的 它說出現死亡個案 如果打了 在新加坡來說 累積個案計 如果打了0至1劑 打了不夠 沒有打疫苗 或者打不足疫苗 死亡人數是13.97宗 每10萬人計算 每10萬人 大概有13.97人死亡 除10萬人 大概死亡率是0.013 已經是4% 但是香港現在死亡率是1.2% 大了85倍 新加坡說 新加坡說 兩劑疫苗全打了 每10萬人的死亡人數 是2.73人 如果打第三劑的話 死亡人數會跌到0.66人 這個數據其實 不可以用這樣比例 原因就是第一個 就是這個數據 大部分是來自Delta變種病毒 不是來自Omicron 而第三劑疫苗 是時間上拖去Omicron 就是無數據 這個比例 其實是說 是Delta變種病毒 在有打疫苗沒有打疫苗的分別 就是13.97 每10萬名 如果接種了接疫苗的人 就有 即是完成接種疫苗 就有2.73人死亡 但如果沒有接種 就有13.97人死亡 大概的表現是好了 大概5倍 並不是專家說幾十倍 絕對不是原廣 那種那麼大 是好了5倍 而在80歲以上 就好一點了 80歲 由20% 去到30% 就有7倍 即是一般 在新加坡現在的公民 在Delta變種病毒的環境之下 如果接種了和沒有接種疫苗 重症的機會 或者死亡的機會 是少了5倍 如果在80歲以上 是少了7倍 即是說 如果對Delta變種病毒來說 疫苗是有效的 它能夠壓低重症 甚至死亡是5到7倍 那越老 其實是越好的表現 但是另一方面 在Omicron 其實在其他國家都是 數據變不太明顯 因為Omicron本身 引起重症的機會是小的 所以數據出來是很小的 根本就很難去做一個比例 有些國家 甚至乎看到的數據 譬如有意識力在內 沒有接種和有接種 在香港的草持 雖然我們不看接種率 但如果沒有接種和有接種 就這樣看數字很接近 如果看接種率 可能在香港 現在我們看 三分二人接種了兩劑 三分二人未接種 或者未完成接種兩劑 理論上 疫苗對它的發揮作用機會是小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概都是一半半人 佔了重症的機會 佔了重症的數字 一半半人 即是說 表現都好了一倍 即是說 每一個打了疫苗的人 比起沒有打疫苗的人 重症的機會 是改善了一倍的 這個並不是 無線所講 用Delta數字 改善了五到七倍的 好了 接著我們講講 香港 如果你說打疫苗 疫苗是欠這麼顯著的功效 為什麼香港 一個醫療系統這麼好的地方 打疫苗數字 即是說 接種了疫苗數字的人數 比起印度要好十幾% 印度是50.4% 香港是65.6% 香港接種的疫苗人數 比印度多11.幾% 香港醫療系統 理論上比印度好 但是為什麼香港的死亡率 會比印度高呢 這個值得注意 香港政府其實是否在這方面 要做多些數據分析 在死亡人數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長期病患的伴隨 或者死亡人數當中 有幾多個人 有不同的長期病患紀錄 或者他們的長期病患是正在發作的 接著可以給大家一個分析 就是其實死亡率 不只是說一般人去面對的死亡率 原來的死亡率當中 全世界都是的 大部分都是伴隨著 有長期病患的人士 那香港政府是不是多些數據出來 去令到大家知道 現在首先要保護的 可能就是要患長期病患的人 但是同時患長期病患的人 適不適合打針呢 都是一個問號來的 為了香港政府 是不是應該多些去和大家分享 多些和大家去研究 有了長期病患的人 是接種疫苗的一些 妥善地保護他生命的方法 又或者如何避免出事 或者會多些數據給大家 譬如患了糖尿病 心臟病 又或者其他症狀的人 接種疫苗之後 究竟出了問題的機會有多大呢 這些數據在香港幾乎欠奉 香港政府是不將這些數據公佈 要蛛絲馬跡大家去炒 其實香港政府會不會在抗疫工作上 比較信香港人 亦都給香港人的機會 去嘗試理解香港政府在抗疫政策上的決策 究竟為什麼和怎樣可以保護我們 香港政府的解釋方面 或者在政策的說服力 基本上是出問題的 尤其是在執法方面 很多時候令到香港人覺得很像薄疲 鴻門宴這麼簡單 到現在鴻門宴犯了限聚令 沒有戴口罩犯了口罩令 是在食屎上唱卡拉OK 在飲食宴會裡周常會場飛 這些全部都是犯了599 現在警察去到一些處所 例如一些Party Room 或者夜總會 他會立即拘捕和罰款 為什麼鴻門宴的人未需要做罰款呢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拖過幾月還未處理呢 這個是不是很像破皮呢 又或者現在檢測污水 這次有改善了 之前污水的檢測越來越大忽 完全都九不八 說污水的sample size 是說十幾萬人 甚至二十萬人的覆蓋人口 或者覆蓋二十萬人的就業和住宅人口 沒有可能的事 渠井很密的 十幾二十米就有一個 甚至密到幾米就有一個 如果要轉彎的話 尤其是大廈附近 你要拿污水樣本 拿一個大廈污水很容易 為什麼會出現好像灣仔1A區那種 由特首辦 一路由特首的特首府 即是禮賓府 一路上去地理根德國Mayfair 中間 橫從警總去到律政中心 為什麼會這麼闊的呢 昨天開始見到改善了 這個污水檢測 就去一棟一棟做單位了 比較理性一點 這個原來我們說完 政府也有聽 但是他做法就是 一有污水有陽性的話 他就要全座強制檢測 問題就是在於中半山那裡 為什麼不用強制檢測 第一不用強制檢測 就出了另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那些人確診了之後 他去到公立醫院的急診室 又出了另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迫爆急診室 第二個就是交通去急診室當中 會不會將病毒傳播給社區 這兩個問題也都令到香港人覺得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中半山的人 不需要強檢測呢 第二個 香港政府派一些免費檢測包 其實反過來會令到 香港醫療系統受不了保護 甚至令到醫療系統 受到不必要的壓力 這樣做其實林鄭月娥 或者是他相關官員 做這個派免費檢測包 去代替強制檢測呢 是不是對的政策呢 又或者為什麼你不在 派發完免費檢測包的時候 在他們樓下附近設置帳幕 給檢測機構 和他們再確認一次是否確診呢 不需要他們離開自己的社區 去到他附近的醫院的急診室去處理 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到中間交通的問題 因為你既然是擺booth 都是擺到他們的佈程範圍之內 而且這個封區 或者檢測的污水區 不應該這麼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簡單而已 林鄭月娥應該去公海 在策略性排污的渠管裡 做一個檢測 看看污水有沒有陽性 如果有的話 全港都要封城 這麼簡單的道理就是這麼多 既然一個大廈 可以以一個大廈做歪單位 有些公共屋苑 現在有一宗大廈是嚴重的 但隔離兩宗大廈未必嚴重的 這個簡單說 可能我們的空氣傳播 即是說 如果空氣傳播 或者物件傳播 或者公共衛生 在公共空間 公共地方 是因為衛生問題做得不好 而傳播 機會其實都是大的 所以我建議香港政府 檢測污水的方法 第一個 一定要再三核實它的reliability 會不會 test test了其他病毒 都當作是新冠病毒 而第二 它一定要每座樓做單位 即使同一屋苑都可以每座樓做單位 不需要一足高大一算人 不需要一個風區 或者一個污水區 設定很大 另一方面 剛才的數據所說 其實01做了個分析 總共17808宗的個案當中 大概1990人 現在是在醫院的 這個數據是公開的 是確實的 但是有4000多宗人 估計要住院 即是大約有2156人 現在是社區 衛生署昨天承認 的確有這個情況 暫時去到他們早上 拿的資料是600多宗 但他們可能下午多了 因為昨天一天 也有1161宗確診 原來昨天也有個電話錄音 不知道這個電話錄音是真偽的 但在錄音當中 一個菲律賓容工的僱主 就發現了 在自願檢測的過程中 菲律賓容工是確診 而且是高燒 確診會不會高燒 我真的問好 如果是Omicron 變種病毒 確診很少說會燒 好了 跟著回頭 他們跟衛生署官員 電話去詢問 原因是因為 他工人告訴他 他們在醫院檢測之後是陽性的 不過醫院就說他症狀不重 叫他回家 等消息 對不起 他的電話說 未知是否陽性 所以就叫醫院局 叫他回家等消息 僱主覺得很錯愕 既然這個菲律有了高燒 確診 為什麼還叫他回家 用什麼方法回家 回家後 會否在家裡感染其他人 這真是莫名其妙 香港政府 在整個抗疫政策上面 如果他是想動態清零 理論上 就要主動找出染疫的人出來 隔離醫治 讓疫情慢慢受到控制 這就是動態清零 但是為什麼香港政府做不到呢 為什麼好像越做越差呢 這個是值得三思